这是一部你一旦看到他的第一个悬念后 你便会憋着尿也要把他看完的 高质量悬疑探案类英聚 为何说憋着尿也要把他看完呢 因为他思思入口代入感极强 不看到最后一秒 你永远猜不出凶手似水 一个制造大规模杀伤物器的工人 在英国公主访问期间死在了杂火箭 使者被螺丝刀连刺了八刀 甚至眼睛也没能幸免 凶手为何会在安保如此严密的情况下选择行凶呢 到底是胆大包天还是另有隐情 带着种种疑问 我们走进今天的摩斯探长前传第四级火箭 故事开始于牛津的武器制造商布鲁姆家族 成功研制出了一款新型导弹硕器 布鲁姆家族不仅获得了哈希姆联合国的大量订单 甚至英国王室成员玛格丽特公主 都亲自陪同参观了生产线 牛津警局火力全开 负责本次活动的安全任务 可就在访问刚刚结束 警局就接到了报案 布鲁姆家族董事长的秘书爱丽丝 在经过杂货间的走廊时发现了一具工人的尸体 而重重赶来的摩斯注意到 门口的几滴血迹还有墙上也有不少 显然杂货间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而是谋杀后又被拖到了这里 而使者身上的一块马表 更不是普通工人能用得上的 再基于使者马勒森在工厂已经干了有小半年了 但奇怪的是 工友们似乎都不待见他 因为他从不和任何人沟通交流 甚至是独来独往 于是摩斯推测 马勒森很可能是公司派下来 见识工人工作效率的内奸 但与此同时 警长杰克斯却在储物棍里发现了一把手枪 还有一本记录 布鲁姆家族所有人的行程表 摩斯不解 使者为何要在上班时携带一把手枪呢 难道他与公司的某个人还有恩怨吗 摩斯立马找到了负责管理工人的工会主席 崔斯帕叔了解情况 主席说最近的确有过一场纠纷 另一名工人弗洛斯特制造了一场安全事故 管理层认为弗洛斯特玩忽指手才酿成了悲剧 但弗洛斯特却认为自己是被马勒森冤枉陷害了 因此才有了过节 而弗洛斯特呢 现在已经被停止了 难道弗洛斯特就因为那么点私人恩怨 就选择在很多警察记者围绕的工厂中选择了杀人吗 显然有些牵强 而弗洛斯特也一口否认了这事 他有孩子有家人 不可能干那啥事 不过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两小时前 也就是公主访问期间 弗洛斯特偷偷潜入进了工厂 等访问结束后 他又去了皇家宾馆的四号房间 而里面坐着的人 正是哈希姆联合国的王储 出来后他就变得有钱了 显然这里一定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 时间回到现在 为了获得死者马勒森的更多信息 摩斯搜查了他的公寓 发现了一张女人的照片 还有一双私人高端定制皮鞋 这根本就不是普通工人能担负得起的 看来死者来工厂工作 很可能是内有引擎 于是摩斯根据线索 找到了定制皮鞋的厂商 老板一眼就认出了这双皮鞋的主人 他不叫马拉森 而是肯德里克 而且老板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来 那就是1953年的一起失踪案 当时轰动了整个牛津城 而在随后 牛津邮报的女编辑肉身 便找到了当年 那起悬案的所有新闻资料 原来摩斯在公寓看到的那张女孩的照片 就是失踪案的受害者 李克斯 比斯特农学院的学生 而皮鞋的主人呢 就是他的男友 案子发生后 肯德里克就变成了第一嫌疑人 但他却逃出了本国 下落不明 案子呢 也就变成了无人问津的悬案 那失责马拉森 很可能就是当年逃跑的肯德里克呀 虽然还不知道两起案子 到底有没有关联 但摩斯还是找到了皮鞋的主人 肯德里克唯一的亲属表妹 看看能有啥新的线索 表妹说 当年李克斯在与哥哥的交往过程中 好像还和另一个男人 有着捋不清的关系 但并不知道是谁 好家伙 难道肯德里克 也就是失责马拉森 查出了当年那起悬案的真凶 就在工厂之中吗 所以他才进了场 司机报复 现在我们还不得而知 但基于此前 在橱桂里发现的 记录布鲁姆家族的行程表 还有失踪的女学生 李克斯的学校 就在布鲁姆家族庄园的对面来看 女孩失踪的地点 和庄园如此失禁 布鲁姆家族 铁定逃不了干系 但可就在警方去询问的时候 家族成员却无一例外的 都否认了 见过或者听过李克斯女士的名字 即便星期四探长拿出了 当年家族成员 配合调查的口供 董事长依然狡辩的说 上面的签名是自己的大儿子亨利 而大儿子现在已经因为疾病去世了 摩斯明白 再询问下去 也只是耽误时间 便又找到了工会主席 崔斯帕署 看看是否知道 布鲁姆家族的成员里 谁和李克斯有过暧昧关系 但这一次 主席也没能帮到摩斯 因为12年前那场悬案发生时 她是一名电厂的维修工 还没来到这里上班呢 所以她啥也不知道 但可就在摩斯在工厂门口思索着 这些破碎的线索如何串联起来时 她却意外的发现 原来董事长的秘书 竟然是自己的大学同学 而且爱丽丝隐约记得李克斯小姐的名字 但她却始终想不起来 她与布鲁姆家族有何关系 不过我能看出来 爱丽丝对摩斯有爱慕之情 可就在两人即将插出爱情的火花时 一通电话打断了一切 此前与马勒森有过节的弗洛斯特 也就是那个去找哈希姆联合国王储的人 死在了工厂之中 表面上来看 他似乎是在潜入工厂行窃的途中 被意外掉落的高压线给垫死了 但摩斯却发现了不同 这里呢我们先卖个关子 不说他发现了啥 警方在死者弗洛斯特的身上发现了一打 关于导弹的机密图纸 还有钱包中写着的皇家宾馆4号房间 可来到这里 却没能给侦破案子提供任何的有用线索 原来弗洛斯特只是他们的间谍 双方在导弹订单上出现了分歧 哈希姆联合国王储不再信任布鲁木家族 才出此下车 说白了就是怕被骗 引进一堆废铜烂铁 不过就在这时 秘书爱丽丝就想起来了 在哪里见过李克斯小姐的名字 正是布鲁木家族庄园里的一棵板栗树上 刻着的爱情誓言 原来当年和李克斯小姐有暧昧关系的人 就是布鲁木家族的大儿子亨利 而这一次布鲁木家族的二儿子也不再隐瞒 说出了事情 李克斯小姐的尸体就在庄园里 当年他偶然间看到了大哥和李克斯分手了 随后大哥喝了很多酒 然而等他下午六狗时 却发现了死在树林里的李克斯小姐 他以为是大哥情场失忆犯下了命案 便为了保护大哥 狮子将尸体掩埋了起来 果然警方挖出了李克斯的尸骨 并在尸骨旁边发现了一块陶瓷碎片 但摩斯怎么也想不通 如果大哥亨利就是凶手 那绝不会又发生两起相关的案件 弗洛斯特和追寻真凶的肯德里克就不会死 那么真凶肯定是另有其人 不过警司却叫停了一切行动 由于这起案子波及到了英国王室的利益和形象 警司也只好在威逼下下令三起案子就此结束 布鲁木家族的大儿子亨利是失重案的凶手 而弗洛斯特就是杀死肯德里克的真凶 至于弗洛斯特呢当然就是意外死亡了 可尽管摩斯有一万种不服 但在这一刻他也只好学会 不是每个问题都能有答案的现实 于是为了缓解压力 摩斯打算邀请女友爱丽丝去看电影 哦忘记说了 我们的摩斯恋爱了就在昨天 不过却被前来赴约的爱丽丝告知 他们不适合分手的消息 原来从摩斯探长前传的第一集 切而不舍中就透露了 摩斯曾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但摩斯似乎始终忘记不了 那个没有露脸的女人 爱丽丝同样无法接受 自己永远是第二选择 就这样摩斯被甩了 只好独自一人走进了电影院 不过就在他看着电影开始前 播放着的英国公主访问的宣传片时 惊奇的发现一条动摇线索 人群中有一个格格不入的人 那就是工会主席崔斯帕索 所有人都西装革履 只有他脱去了外套 而之前摩斯在休暗现场 衣服被沾上了白色油漆 也许就是崔斯帕索脱去外套的真相 他也蹭上了油漆 那么现在就只差一个杀人动机了 于是摩斯核心西斯坦长 便找到了陶瓷碎片掉落的地点 正是电线杆上的绝缘组 妥了这个地点正是12年前 李克斯女士分手后离开庄园的必经之路 于是两人立马整理资料 找到了崔斯帕索 哎小子 公主访问期间 你为啥早上穿着戏服 和公主握手时 你就脱了呀 崔斯帕索铁定不会承认呢 说我穿的就是现在这件咋了 不过星期四探长又亮出了一张照片 当天他穿的是一件双排扣的衣服 现在的是单排扣 嘿嘿你说谎了 崔斯帕索随后又说到 弄上油漆了 咋的吧 可就是因为这句话 妥了 当天工厂刷油漆的地方 只有案发现场的那道门 摩斯也开始了他的推理 当初冒名进场的马拉森 目的就是来寻找真凶的 而目标就是布鲁姆家族 但因为这些人很少聚在一起 所以他才在半年里一直没有机会行动 直到公主访问这一天的到来 他才看到了希望 而崔斯帕索呢 也早在公主访问之前 就发现了马拉森的异常行为 只不过他怀疑的是 他是公司卧底而已 被发现的马拉森 便向他道出了实情 希望得到同情 让他留下来复仇 可崔斯帕索深知 公主访问期间 这小子铁定 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深究下去 到时候就会发现 布鲁姆家族和失踪案毫无关联 自己也就有暴露的风险了 让我们从头捋一下 时间回到1953年 刚因为吵架分手后的里克斯 正好被电厂维修工崔斯帕索看到了 女孩独自一人行走在树林中 崔斯帕索呢 便起了歹心 多年后 马拉森的出现 再次威胁到了他的秘密 他便冒险杀了马拉森 也就是临时起义 不过千不该万不该 他不该杀死 弗罗斯特为马拉森的死 早替水羊 怎么回事呢 当天摩斯就发现了 弗罗斯特绝不是意外死亡 因为弗罗斯特进入工厂 偷兔子的时候 经过水洼时 电历不会在他第一次和第二次 也就是返回时自动开启电历 也就是说 一定有人从中作梗 当然 崔斯帕索肯定也不会承认的 因为这些推理 在他眼中都只是瞎猜 一派胡言 但摩斯早就想到这一点了 案发当天 工厂被警察记者围的水泄不通 凶手绝不可能冒险 转移那件沾满油漆的衣服 而是藏了起来 这不摩斯拿出了那件衣服 崔斯帕索也因为心虚默认了所有行为 都让着你们俩还挺聪明啊 衣服藏在检修井里 都能给我找出来 老得认栽了 我来说一下本集的小疑点 首先是摩斯 他根本就没有找到证物 而是一件假的衣服 谎了一下 崔斯帕索 还有就是 布鲁姆家族为啥一开始都否认了 认识里克斯女士呢 那是因为他们害怕 影响了自己家的生意 而布鲁姆家族的二儿子 之所以会说出实情 则是以为真凶大哥已经去世了 也没有必要再隐瞒下去了 让自己的内心再受煎熬 就此摩斯探长前传的第四集 火箭全部结束 如果你喜欢江江熊解说的视频 还请多多点赞 收藏 分享 我将会在三日之内更新 摩斯探长前传的下一集 敬请期待